大家好,欢迎收看布姬TV我的保养日记,我是苏西 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保湿面膜的部分 那许多人可能会在旌旗前的时候皮肤明显的变差 或是可能熬夜太过劳累的时候皮肤也会变得比较差 那可能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隔天上妆就会比较不容易 或是比较容易脱妆的情形 那关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使用 就是在出门聚会前呢,我就会先使用一下这个保湿的玻尿酸的面膜 那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用片状的面膜 就先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冰河保湿玻尿酸晚安面膜 那虽然说晚安面膜它是主要是在晚上去做使用 就是让我们的肌肤补水啊,然后改善我们的缺水干燥的情况 那它其实是通常如果是晚间使用的话 你就是在洗完脸之后呢,取适量的就是薄敷在你的皮肤上 然后十分钟后你就是按摩吸收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用面纸轻轻把它擦拭掉 那后续就不用再做任何的保养了 就是这样子就睡到隔天 可是如果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皮肤这样子擦在上面 它其实还是会连脸的 然后或是我们会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就是翻来翻去啊 那可能就会沾到枕头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可能晚上用的话 我还是比较习惯把它会洗掉 然后再上保养品 这罐我也会在白天的时候拿来当成救济使用的部分 因为可能白天的时候你起床发现 皮肤好像有点干燥了 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选择就是玻尿酸来薄敷一下 让提升皮肤的保水度 让后续上妆的时候也会比较服贴 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它是呈现透明的凝冻状 那这边是因为这个这罐太难开了 所以开得有点丑 那提醒大家这罐如果有些人用了皮肤可能会觉得刺刺的 或是会有热热的感觉 热热的感觉那个是正常的 那就是大家一定要先去贵上 可能拿试用包回来试用看看 再决定要不要去买这样的一个产品 就是先试用看看有些人的皮肤可能会不适合 那我们现在就来擦擦看咯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已经上到脸上了 它就是呈现这种透明的凝冻的样子 它其实也不能算说是全透明 就是看起来有点白白透明的样子 然后就是像双甲的部分就可以加强一下 保湿其实如果有做足也比较不会长斑点 这样子 那剩下的布完的 你可以就是可能布一下手背 或是就洗掉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就等个十分钟 那快十分钟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这样子轻轻的按摩一下 帮助它的吸收 然后也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皮肤哦 那按摩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浴室去把这个洗掉了 刚才把敷脸的部分洗掉了之后 大家有发现皮肤变比较透亮了吗 只要我们做好保湿的话 皮肤基本上就会比较呈现透亮的光泽 那后续我们在上妆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可以上 并且也会比较服贴 那今天的保养分享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喜欢的话请按这边的红色订阅按钮 那也可以按下方的红色订阅按钮哦 那这边则是有上一集的保养分享的介绍 那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之前的保养分享 那就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本频道 然后也欢迎各位就是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拜拜